歷路攻擊動作搭配法器寒聲 空手道甜心文姿雲在記者會現場 開心分享登上世界第一的喜悅 他這個月中摩洛哥公開賽摘下同牌後 以積分4515分 躍居空手道女子55公斤級世界第一寶座 因為其實在去年的時候試錦賽很遺憾 沒有拿下金牌 那這次登頂我覺得也算是彌補了 試錦賽沒有拿下金牌的遺憾 文姿雲高中時立定志向要拿 亞運金牌 21歲參加2014年仁川亞運就順利圓夢 但是他沒因此自滿不斷挑戰自我 才有如今攀上頂峰的成就 風光的背後其實是由 無數淚水和汗水堆積而成 尤其三年前在比賽過程 髖關節嚴重受傷 甚至一度只能靠輪椅行動 還好已經交往七年的男友 同是空手道選手的徐偉俊 陪他度過所有難熬的時刻 他其實就告訴我說 如果你在這條路上 你沒有堅持下去的話 那你就不會成功 但不管怎麼樣我都會陪著你 好感動喔 空手道甜心場上微風淋淋 談到男友難得露出嬌羞的一面 而他接下來除了備戰七月的亞錦賽 也放眼明年亞加達亞運完成聯霸 更希望首度開辦空手道項目的 2020東京奧運 攪出精彩表現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